这绝对是动漫史上十大最惨男主之一 因为他刚出场就被车子撞死了 这个道玄在空中的绿衣少年是故事的主角 他的名字叫普范幽柱 今年14岁 幽柱之前为了救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孩被汽车撞死 不知什么缘故 尸体还在地上 但是幽柱的灵魂却出窍了 至于小孩则是完好无损 致使额头多了一抹擦伤 当医护人员将尸体抬上车后 幽柱就成了彻底的孤魂野鬼 他开始思考 自己被撞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幽柱原本是一个读处中的不良少年 他时隔十天后去学校念书 本来是要去拜见老师 但是幽柱却在天台上躲了起来 青梅猪骂影子立即找到幽柱 想送他去办公室 虽然身为班长的影子 一心盼着幽柱学好 但是幽柱似乎只对影子的内裤感兴趣 不过别看幽柱流里流气 好像只是个猥琐的坏男孩 但他只是在影子面前这样 在其他的学生眼里 幽柱简直是臭名昭著的恶霸 因为他主动喊一嗓子 就能召来两千个机车暴走族 所以学生们对他是又惧又怕 另一边 当幽柱在学校瞎逛的时候 他碰到两个不良少年 在讨论敲诈钱台的事情 令人感到可恶的是 他们居然用幽柱的名号干坏事 幽柱哪里忍得了这种情况 他走上前 就将一名不良少年压制在墙上 眼看他要大打出手之时 严本老师却突然出现了 严本上前询问经过时 他意外发现地上有个钱包 因为幽柱本身是校霸 两个学生也表现出 畏畏缩缩的样子 所以严本下意识判定 幽柱在敲诈学生 他怒骂幽柱 你这个人渣给我滚出校园 幽柱听到这话 倒也懒得多说什么 他只是瞪了两个不良少年一眼 就往校外走去 结果幽柱才刚出校门 就有人从背后打了他一拳 幽柱回头发现 敲他的正是阴沉着脸 一直在找他的竹中老师 这个大背头虽然看着和严本一样 都像是老师中的顽固分子 不过竹中其实很在乎幽柱 他还想拽着幽柱耳朵 去办公室开导他一番 不过幽柱哪里会理他 直接一个转身 跳墙就离开了学校 幽柱连续被人教育 让他大为恼火 他烦闷地想着回家休息算了 幽柱的家里没有父亲 只有母亲温子 与他相依为命 然而温子也喜欢对幽柱说笑 不是让幽柱泡咖啡 就是让他别读书了 正好省点钱 看到长辈们一个个的 嘴巴叨叨地不停 幽柱干脆跑到大街上 当起了鸡溜子 然而他刚上级没多久 就被一群小混混包围 他们的老大 是输着美式大背头的桑原 同样是不良少年的桑原 一直是幽柱的竞争对手 他一心想从幽柱手上 抢过敏乌夫中学最强者的称号 今天是他发起的第156次挑战 他发誓 一定要让幽柱舔鞋底 然而幽柱正好无处发泄郁闷 于是他用了一套连续的组合剂 暴打了桑原 最后更是一脚将桑原踢飞 一番打斗过后 幽柱的心情总算是惬意了许多 幽柱暴打完桑原后 继续在街上溜达 这时 一个足球从街边滚到了他的跟前 一个小男孩来向幽柱讨球 可是幽柱居然也像长辈一样 用说教的口吻教育小孩 或许是看到小孩的表情有些不开心 于是幽柱又半鬼脸逗小孩 小孩开心得连连大笑 不过就在幽柱将球还给小孩 并让他不要在街上踢球的时候 小孩转过身却又在人行道上玩起了球 正在这时 小孩一脚将球踢到了马路上 当小孩要去捡球之时 一辆汽车急驰而来 幽柱见状立即挺身上前 推开小孩 结果就发生了故事开头所说的事情 此时 幽柱的灵魂悬浮地坐在空中 突然间 一个身穿粉色和服的美少女 向幽柱打招呼 她是灵界的向导员牡丹 前来人界引导幽柱灵魂赶往地府 牡丹掏出研磨杖 查看了一番幽柱的资料 她发现 这个男孩性格很急躁粗鲁 脑子还不太好使 而且还干过很多坏事 牡丹不禁连连偷笑嘲讽幽柱死得好 幽柱冲上前怒强本子不成 只好转移话题 询问小男孩的情况 两人便干脆结伴 直接去医院看看 当幽柱看到自己救下的男孩没有大碍 只说点擦伤后 她表示自己人间的心愿已经了结 只不过 当她愿意跟牡丹前往灵界之时 牡丹却表示 她只是来询问幽柱要不要参加复活试炼的 因为幽柱的死亡其实是个意外 毕竟连佛祖都想不到 她会舍身救人 所以无论是极乐世界还是地狱 都没有幽柱的位置 而且那个小男孩虽然差点被车撞 可他身上其实一点擦伤都没有 因此幽柱简直相当于是白死了 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幽柱当场就急眼 即使牡丹好说歹说 幽柱也并不想复活 谁让幽柱是个笑霸 大家都很讨厌她 就算复活了也是被人嫌弃 那还不如继续当个灵魂体呢 不过牡丹却并不这么认为 她劝幽柱还是先看看守灵现场再说 晚上幽柱的家中 她的黑白遗照摆在灵堂之上 一旁是魂不守舍的母亲瘟子 学校里的那帮师生也来现场了 青梅竹马影子更是哭得像个泪人一样 伙伴桑源更是气冲冲地想要硬闯灵堂 一想到以后再也不能向幽柱发起挑战 她气得就想对幽柱的灵位破口大骂 一罩打烂 然而实际上 桑源心中更多的是一种悔恨 她是多么渴望与幽柱交手啊 因此当她知道幽柱真的死去后 桑源直接就落泪了 这绝对是一位值得结交的真朋友 幽柱看着这些在意自己的人们的反应 顿时心中一阵百感交戏 除了尊重幽柱的 当然也有看不上幽柱的 例如污蔑幽柱的岩木 与豹牙老师就在对幽柱的死因信口开合 说什么是幽柱欺负小孩子才会被汽车撞死 因此严本与豹牙都遭到了竹中老师的严厉训斥 当幽柱的灵魂飘入灵堂后 他看到竹中老师哽咽着为自己悼念 母亲温子则流露出无助哭泣的模样 幽柱救下的小男孩与他的妈妈也来祭拜自己 幽柱这下彻底被触动 他觉得这个世上还是有很多牵挂自己的人 不为自己 就算是为了他们 幽柱也有坚持活下去的理由 于是幽柱向牡丹表示愿意接受复活试炼 牡丹便用扫帚拉着他向地府赶去 自己要见的人是阎王 他还以为阎王是什么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 结果等见到真人时 幽柱才发现 阎王竟然是个叼着奶嘴的小男孩 幽柱顿时笑得何不拢嘴 怎么 一个小屁孩也能被称为阎王 当然 实际上小阎王只是阎魔大王的孩子 他呈现出宝宝模样的状态也就十分正常 但是他的实际年纪可是幽柱的五十倍 并不是真正的儿童 小阎王决定让幽柱接受考验后 他拿出一枚金色的蛋 这是灵兽蛋 他会吸收人心散发的能量 从而成长 根据人心的属性 灵兽既能变成恶魔 也能变成天使 幽柱如果持续散发负面能量 灵兽蛋孵出的邪恶灵兽 就会将幽柱吃掉 那时他就再也无法复活了 因此幽柱必须释放善念 这样才有机会复活呀 当幽柱回到人类世界 还在发呆的时候 牡丹告诉了他一些令人抓狂的事情 那就是 幽柱复活还需要完整的肉体 尸体可绝对不能被火化 因此幽柱提到这个消息 立即赶赴灵堂 可是幽柱又想到灵体 是不能与活人沟通的 于是他便打算通过托梦的方式 提醒同伴 幽柱本来首先想到的是母亲温子 可是温子此时正在耍酒疯 大闹灵堂 因此幽柱只好来到影子的房间 当他靠近影子床铺之时 幽柱猛地发现 他竟然在流泪 幽柱知道影子是在做噩梦 因此他立即闯入他的梦境 幽柱一边让影子转告自己母亲 别把遗体烧了 一边又深情地帮影子擦掉眼泪 第二天 影子特意来到幽柱的灵堂 可他不太好意思向温子 讲述梦境里的事情 只能先和温子闲聊 安抚对方难过的情绪 因此幽柱还得继续想办法 牡丹便建议幽柱借助别人身体 将消息转告影子 那这种时候就需要桑原派上用场了 幽柱果断进入桑原的体内 因为只有一个小时活动时间 所以幽柱刚一附身 就立即冲向影子的家 只可惜影子不在家中 而且他的父母也根本不认识桑原 他们干脆直接就把幽柱丢了出去 时间已经越来越不够 可乌漏偏风连夜雨 幽柱竟然还在路上遭遇了许多混混的袭击 虽然幽柱利索地帮助桑原解决了他们 可是眼看就要天黑了 他还没找到影子 不过还好转角遇到爱 幽柱突然看到影子从室内走了出来 可是幽柱现在用着桑原猪头般的面孔 怕是他说什么影子都不会信的 于是幽柱干脆上前 对影子用出极具个人特色的功夫龙抓手 影子也很配合地用出 只对幽柱使过的抽耳光大法 通过这番互动 影子真的从桑原身上看到了幽柱的身影 随后 两者就这样无障碍地交流起来 幽柱用尽最后一点时间告诉影子 自己会回来 并且还让影子要保护好自己的遗体 两人热情相拥一阵后 影子立马跑去幽柱的家中 他想对温子讲述幽柱回归人间的事情 温子同样激动地表示 儿子的脸上有血色了 这对准婆婆与准儿媳激动地相拥 彼此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飘在天上静静观望的幽柱 也突然发现 那枚灵兽弹竟然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原来今天幽柱打的架都属于正当防卫 那么自然也就可以收获善良之心作为养分 看来幽柱不久后就可以通过考核了 而自从灵兽弹有反应后 幽柱越发地想让他吸收更多能量 他便想要寻找合适的目标做好事 这天幽柱突然发现影子竟然遭遇了抢劫事件 三名小混混将影子包围 想要图谋不轨 幽柱立即冲下去 向小混混发起攻击 可幽柱是灵魂体 因此他的攻击只能是无效地透体而过 就在幽柱气得牙痒痒之时 幸好桑源登场了 他让影子先走一步 并帅气地表示 现场就交给他 接着桑源带着小弟与混混群在河边打了起来 一场斗殴事故过去后 鲍牙老师在办公室对着桑源等人一顿臭骂 虽然学生们的初衷是为了拯救女孩 可是鲍牙老师哪里会在意这些 他想的只是如何责备学生 最后鲍牙对桑源的惩罚是 一个星期内不能打架 桑源自然是男子汉一般接下了这个要求 虽然在这段时间内被敌人找上门来 桑源一定会因为约定的缘故 被做得鼻青脸肿 但是立下的约定 他还是会去尽力坚守 可是老师们不这么想 严本老师正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让桑源违反规定退学 这两人在幽柱看来 简直是世上最没底线的人 放学后 桑源为了避免被仇敌找到 他干脆要求伙伴们一起回家睡觉 反正拖一个礼拜就可以交差 然而当桑源回家的时候 却还是被磊渊中学的人找到了 桑源一开始是想逃跑的 然而被嘲讽后气不过的他 还是握紧拳头回到现场 就在幽柱与鲍牙老师都以为 桑源是想打架的时候 结果桑源却意外地表示 让学生们打他一顿 要是众人解气了就赶紧回家 桑源的冷静反应激起了众人的诧异 随后 他竟然真的言行合意 不仅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就连小混混将脚踩在桑源头上 他也没有吭声 这一幕简直让幽柱的人看呆了 因此想要抓住桑源违背规定的爆牙 也只能气冲冲地就此作罢 第二天 桑源顶着一张猪头脸来上学 大伙本以为一切都能继续下去 然而爆牙老师却将约束条件升级 他要求在三天后的理科考试中 在场的不良学生都必须考50分 否则的话就不学去打工 这次是爆牙老师在针对桑源的小弟了 因为桑源的小弟中有人在勤工俭学 不让这名胖堆打工的话 就会断了他家人们的生计 虽然小弟们的成绩似乎都可以勉强过关 但是桑源的成绩却太差了 他比起打工小弟估算的39分来说 桑源竟然只能考7分 小弟们听到这儿 顿时都无语地倒在地上 大哥 你的成绩也太差了吧 不过桑源的态度至少还是很认真的 他在吃饭的时候都会做题 放学后甚至还在图书馆买书 虽然中间累渊中学的人又来暴揍桑源 但是桑源仍旧非常有骨气地坚持上学 看到他这么认真 幽柱便趁着桑源睡觉的时候 进入梦中帮他补课 终于到了考试的当天了 桑源在上学的途中 还一边赶路一边看书 可那群小混混仍旧不打算放过他 于是幽柱将目光看向了路边被混混们撞倒的少女 他干脆潜入到少女美沙子的身体之中 用这名女学生的名义去阻止小混混们 幽柱冲上前 三拳两脚就将小混混们打趴下了 他甚至还把人从地上拽起来暴打 这下总算是舒服极了 而且桑源也可以成功地去往考场 桑源考完试后 他得意地向小弟们孤分 妥妥地53分以上 小混混们见状都开心极了 另一边的办公室中 抱牙老师看到桑源的成绩也是猛地一惊 他怎么还真有50分以上啊 就在抱牙老师懊悔计划其反效果之时 严本老师却上前用橡皮擦掉了桑源最后一提的答案 这样一来 桑源的最终成绩刚好还差两分 抱牙得意地将试卷递给桑源 他很开心 能让桑源的小弟无法勤工俭学 不过桑源也不是傻子 他看了看试卷 就发现答案有被擦去的痕迹 于是桑源猛地冲向抱牙 想用拳头泄愤 这时幽助紧急冲过去拦住桑源 最后桑源只能万般无奈地放下拳头 离开走廊 不过桑源并不是听从幽助的劝告 才停下手中动作的 他只是担心抱牙老师变本加厉地陷害自己的小弟 这时 一向讲究公平的竹中老师走了过来 抱牙老师还想跟竹中告黑状 污蔑桑源的粗暴行为 可是竹中却反而揭穿抱牙篡改分数的事实 他拽着抱牙的领子 要求他将分数改回来 就这样 桑源的分数最终还是超过了50分 他的小弟也仍旧有机会去外面打工 这个大哥总算是没有白当 虽然之前桑源并没有听到幽助的声音 但是桑源也确实感应到幽助在冥冥之中帮助自己 这也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心意相通啊 这时 本该远去的桑源突然回过身来看着天空 他向虚空中的幽助说了一声谢谢 这场事关桑源的危机 就此得到圆满解决 我是黑白 下集见